那我們看金融海招 2008 金融海招台股碟46 很重對不對 美丁美丹 對不起 他老兄賺3.57 看你們的節目裡頭 很多人可能是 水感投資 但有更多更多的人 是躲在那種很貧窮 很那個一趴 我們剛才講那個地址 你不至於貧窮嗎 他們很保守 對 很保守 我講的是 我碰到的是很保守 對 我講的是那個 貧窮的理財觀念 我不是說他貧窮 那搞不好是幾億 對啊 我們有兩億啊 失憶跟回憶 回憶 好 我們看超保守投資報酬 很多人都以不敢相信 我們來看一下他這東西 我把它整理了從台股 台股最慘你知道是哪一年 1990年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高點是 12682 摔下來之後很多人不丁不搭 到2000多是不是 對 你不錯 然後回彈再4000多點 2000多點是低點 然後回彈4000多 如果使用那個的話 當年度賠了多少 台股賠了52.93 高到低不止 因為你剛才講2000多點 是低點 對啊 可是我們通常用12月31號 來結算比較好嘛 所以那一年跌了多少 52% 一般 對 如果我們用資產配置 你剛才講說 要不要資產配置 對不對 好 我們就用資產配置中 巴菲特老師建議 巴菲特老師建議的一個策略 叫最保守 好 我們就把它稱為最保守 超保守投資組合 我們在講後面 但原因是什麼 那個是75%的美國政府公債 25%就參與台灣的經濟 就是台灣的股票 這樣子組合下來 那一年多少 那一年它還跌8%而已 這跌8%而已 10跌8% 別人都跌到52%了 對 台股跌到52% 它跌8% 你買股票的話 你是菜籃組的話 你就脫股子 那一年跌8% 上市呢 你只要再搭配前一年 譬如說1989年 那一年賺很多 38 你看那一年 之前都說賺118 台股120 我們不要說這個 跟上一年搭配的話 去年賺35 今年賺8 跌8.5 一平均起來 你怎麼樣 也沒有虧損 或者再搭配第二年賺11% 一拉回來 又沒有虧損 對啊 最慘就只有跌8% 你看歷史性 從12000點跌到2000點 19個跌停板 才跌8% 一般人是可以承受的 對 好 那我們再看 這一年台股跌26% 1992年 可是這年好特別 這一年為什麼大家成長都很低 這樣子0.37 1992它跌26 這個投資組還要賺 比較大家比較有回憶的 1995不要看 這年跌27它怎麼樣 10% 所以幾乎股災來 對它怎麼樣 幾乎影響都很小 那我們看第二個10年 你看第二個10年 就高科技泡沫了 2000年高 台股跌多少 43很重嘛 對 他老兄怎麼樣 跌1.5 不但沒有賠還賺1.51 然後你看這一年 2002年台股跌19% 他老兄賺6% 是 對不對 好 所以高科技泡沫過了 那我們看金融海峡 2008 金融海峡台股跌46很重對不對 對 北丁北丹 對不起 他老兄賺3.57 好 那我們看整合 這個就是我們跟妳講 我們勞退基金 最起碼都可以使用這種 最保守 你看到今年2018 去年大概跌8% 它跌2% 整個台股這樣下來 815% 漲了815% 但是你受不了 就是前幾次有50的來回震盪 所以我剛才講 如果你受得了 那就進出5次 都不要資產配置 但是多數人可能撐不了80% 對啊 它死在沙灘上 那個50%下來的時候 它已經沒了 就那幾個重要的 沒錯 2000年 08年 沒錯 過不了那一關 對啊 就那幾個火焰山過不了 過了你就是成長8倍 但是這邊沒有加股力 股力如果再加3%進來 大概是算起來差不多 也差不多9倍多了 快10倍 可是這個保守群座 就是我們建議給超保守的人 一路這樣上下的坡洞 最多只有8% 上市的那個1990年 但是1990年以後不太容易發生 你知道為什麼嗎 第一個那個時候都是散戶 那時候不是法人市場 對 沒有錯 以後我認為大概就像2008 就是最多就是40% 50% 已經很嚴重 所以它那個時候最多8% 不然的話就是像那種 3 4%的波動 所以那個車子啊 就像飛機下來 你會非常平穩的 結果呢 成長了1016% 10倍 我們的退去金 如果有這樣的表現 怎麼會破產 對啊 開啟啦 掃描庫勞扣 不要錯過精彩內容 按讚分享訂閱瘋傳媒 小鈴鐺開起來 一起來跟瘋 開起來